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压就会降下来 你明天不吃 他血压又飙高了 那这样说来 他对你血压有没有帮助 完全没有帮助啊 血糖也是一样 有吃就降 没有吃又是上升 那没有人因为吃降压药 或降血糖药 而血压正常的 或血糖正常的 我没有看过 那很多医生也知道 这个只是在控制而已 而不是真的能够把你的血压真的处理好 那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它是从果来控制疾病的 那这个在我看法 异常指数能不能算是疾病 也是值得探讨 因为在疾病衰老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异常指数 它是抽象的 第一个它不会造成体伤 所以根本不是疾病之因 完全不是 那它是抽象的 你说它是症的不适感吗 也不是 你说它撞的组织受损吗 也不是 那既然都不是 既然不是疾病之因 又不是疾病本身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所以我把它归类为 原始点就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然后脑跟身体的所有变化 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那既然不是跟疾病无关 那这个变化一定就是跟衰老有关 所以你用这样来理解就很清楚 为什么年轻人的血压 常常比如说 它是70了 120到高的是130 但是年纪大了 结果它的血压有可能就升到90 那高的甚至升到超过140 150以下 那这个在我看法也是正常的 正常老化现象 就像我的头发 年轻的时候我是黑的 但年纪大的时候我变白了 那白了你要不要去每天蓝发呢 你每天蓝发就像吃血压药 像血糖药 你每天蓝了 而它一定变黑 没有错 每一次蓝都有效 但你一段时间没有蓝了 头发又伸出来 再伸出来的还是白的嘛 你的体质已经老了嘛 所以长出就是白的嘛 不用花瘾 那同样的你不吃血压药 跟降血糖药 你的体质 那个原来的血压 还是会恢复老的样子嘛 所以在我看法就血压是这样 那尤其降血糖 我研究这些多数人的体质 都是热能严重不足 那两者如果严格讲 比如说要有没有体伤也有可能 比如说血压很多西医说一定要吃 就是如果你不吃它有可能 以后会脑中风 甚至你头痛它 头痛头晕它也会怪罪 就是血压高 事实上血压它是一个抽象 我刚刚讲 抽象的东西它不会造成体伤 所以它绝对不是疾病之一 这种讲法是不能 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反而你从体质改善 也就是从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 说不定它真的血压 还有血糖即便不吃 它也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 而且是根本性的 所以这一点如果理解了 那还要吃降压药吗 因为降压药大家担心的 不就是担心西医讲会脑中风 会头痛头晕 但事实上不会啊 如果会那就是果生果的问题啊 那既然不会你吃也没有意义 因为吃了也没有人去吃 吃了就好的 那同样血糖药也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还是吃呢 因为西医也常常讲 如果你不吃啊 眼睛以后会瞎掉啊 甚至四肢啊以后会愧难啊 甚至严重药节肢啊 那一般民众听了也不懂 一般听了就会相信 然后就一直吃 事实上你眼睛瞎一定是头部有体伤嘛 还有热能不足才会嘛 原始点已经很清楚了嘛 那如果四肢会有愧难的那你一定要找原始点还有要加强热源那这样就可以改善了所以在我的看法 西药包括降压药也好 降血糖药全部是寒凉 那越吃反而体质越寒 热能越不足 那怎么会是治病的方法呢 有一点饮症止渴 所以我在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这个当然种吃是没有意义的